音樂 我覺得沙田區是一個非常多元化 不同範疇的地方都有 我可以形容一件事 就是沙田第一這個字來形容 生于世、长于世 这个月我们一起 尋找有故事的街坊 带大家走遍大街小巷 西微每区的旧日足迹 陈淑玲和余曼丽 一直研究开沙田的历史和文化 这一天由两位专家带路 带大家认识这一区的人同事 我们现在来到 一个法定古迹的地方叫黄屋 这个民居建在1911年 由黄氏第十九代族人 黄青和所建的 正门主要的石脚 以花妆岩的建筑 显示到黄氏族人非常有钱 我们先先看到它上面的盐口板 我们看到有白鲜破瘦的图样 亦都看到是有些灰素 不过因为年代九月 那个颜色不太清楚了 我们过来这一边 我们也看到一些很精美的雕塑 有三只狮子 这三只狮子寓意就是三狮 即是太富、太保和太狮 另外我们再过一点 很少在这边我们看到两只的喜爵 它是站在梅花的树枝上面 那乙衣就是 喜上眉梢 在很多中国的民居 大家都会看到的 上面是天井 是可以彩光 亦都是如果有雨的时候 雨水就会落到天井的位置 亦都是有一个排水口 是将一些多余的水排出去的 这种设计就是四水归堂 肥水不留别人田 了解过天井的设计之后 继续向上观望 就会发现两条横梁 一条是长命富贵 我们叫寿梁 大家有留意到 它的字是向中间写的 长命向中间 另外富贵也是向中间 而旁边那条是叫子孙梁 或者叫登梁 这里是写着八子千村 它的子字是倒转来写的 就是孩子向着自己 不是向着别人的 最后要留意的地方 是昔日客家人的厨房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原来里面的设计同样充满心思 你帮我建个造 十一构砖那么高 就不是用尺去梁 十一构砖是寓意 生、老、病、苦、死 生、老、病、苦、死、生 所以十一构砖是生的 离开房屋之前 余曼丽还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忽略屋的外场 究竟外场隐藏住什么秘密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扳符的东西呢 就是有一天 老班的夫人就会发觉 为什么这间新屋 有些古灵珍贵的东西 老班的太太就很生气 就拿着一把大扫把 就在墙上画一些符 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些符 就是我老班、我老公建的屋 你就不要在这儿架架阵了 离开房屋之后 我们转到旁边的城门河 继续认识这一区的故事 这个就是沙田一个新市镇 也是在当时建了一条 第一条的公共屋邨 就叫丽园邨 原来柴里寺三世 在1979年的时候 曾经访问过这条的屋邨 沿着城门河继续步行 就会发现两条 充满着地区色彩的桥梁 这条桥我们命名叫沙燕桥 为什么会叫沙燕桥呢 其实它是来自一支很出名的 沙燕桥梁队 而当时是基国小学的一位奴校长 他就是带领他小学的一些同学 就日粗夜粗 希望能够成立一支棒球队 是经过校长和同学的苦练之下 结果是冲出国际 是赢了冠军回来 亦是将日本棒球 很有名的少胖队打赢了 真的很厉害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事迹 因此就将这条桥 明明是叫沙燕桥 我们现在沿着城门河向前走 我们看上去 有一个十字架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这个十字架 原来是全香港最大的十字架 其实我们前面还会看到一条桥 这条桥是叫匿源桥 它是一个中式拱桥 是有十一个桶的 这个区域原本的名字不是叫沙田 是叫匿源的 匿源桥是纪念着匿源的名字 很快就已经走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去看看 是一个写着香港文化博物馆 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军用机场 机场? 是的, 在1911年的时候 有个美国人尝试在这里飞行 现在飞机还在这里? 在这里, 现在飞机还放在赤立角新机场 这个飞机有名字吗? 当然有, 叫沙田精神号 离开城门河之后 我们去到曾大屋 了解曾冠曼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来到曾大屋 原来曾大屋之前有个前名 叫山下围村 曾大屋是曾氏家族的住宅 由曾冠曼, 由名曾三里 在1848年兴建 历时二十年才建好 其中一个入口的门顶 刻有一贯世居的石扁 走多几步之后 还会看到大夫帝厅门 原来这道门也有他的历史 曾冠曼是很厉害的 在曾大屋的中厅 会发现一块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牌匾 上面刻了很多和长寿有关的图案 当时曾冠曼, 他71岁大寿的时候 他的亲戚朋友写了12幅的牌匾 送给他何寿 是由他的一个叫戴虹池的人 是拜赞, 手写的 也是由他的细质, 皇家端 去写整幅的牌匾 是相当之写得非常漂亮 而更加用了一些金泊贴在上面 是非常有历史的价值的 在这里, 我就会带你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大家看到一个很祸以形的三层雕楼吗? 原来曾冠曼本身是一个有功名的人 他有一个从伍品, 所以他是官 所以他的山场上是一个官帽 没错 刚才我们刚刚在增大屋那边来到 这里来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叫车工廟斩, 是不是跟车工廟有关吗? 我想应该是 那我们看看车工廟在哪里 为什么会建这间古廟呢? 原因就是当时原来他们在沙田的瘟疫 他们打算借车工在豪冲的坟像 过来这边供奉 但是豪冲那边的居民就不愿意给他 所以就借了车工的孙 过来放在这里供奉 巡游完之后 亦温极很幸运, 已经退却了 车工廟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大家抬头仰望的时候 就有机会找到桃花女斗周公 这个民间传说 看到有一个女士站在这里 那个原来是月臣 是不是桃花女斗? 没错, 是的 要先找日臣在哪里? 其实还有日臣, 周公追着桃花女 其实这只脚就凸起了, 准备追她 我们在沙田会有一个最早的公共屋邨 也有私人的大厦、楼宇 也有博物馆, 沙田大会堂 所以我觉得整个沙田来说 是包罗万有 所有一个很齐全的社区 сов fisher的 感 Пред承训 中文字幕延期材 这样ú сравн三十多 但可当不是准备 Because of the لي